一平方公里的港式国际社区 土地用途规划和整个港式国际社区的设计 是根据香港人的习惯 我对港式国际社区的未来发展 我自己都很有信心 铺有很大的盼望 广州蓝沙 肩负与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的重要使命 在众多项目之中 港式国际社区特别引人关注 到底这片面积达到163公斤的土地 在规划方面如何呈现香港风格呢? 一直为港式国际社区规划建设出谋献策 担任工作组组组长的政府规划处前处长林嘉勤 就一一拆解这个社区的香港DNA 我们就会参考香港这个城市 我们的街道 那个街区就比较细 就是很容易由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 另外那些马路也都不是那么阔的 就跟内地有些大城市 或者外国有些大城市 我们的风格是很不同的 那我们是很注重適宜步行的 那我们在变成具体那里 我们第一就由港科大出来 去到庆城站那条街 我们就把它定位为一个大学路 很多混合式的用途 就是既有住宅 也有商业的配套 很多餐厅 商店也都有一些企业的配套 就是一个混合式的住宅 而且我们尽量利用地铁站 结合了一个社区服务的综合大楼 那这个也是香港的特色来的 综合大楼里面 又有运动的设施 又有市政的设施 又有很多政府服务的设施 另外大家都很注重 一个混合的土地形式 就是那个生活 生产、学习和很多商业的活动 那土地利用很多元化 就变成了那个活力很强 在这个港式国际社区 规划设计方面 又如何有效运用港味 吸引来自本港以至全国的年轻人来到南沙 第一年轻人一定要交通方便 四围走 那里既有高铁站 也有好几个城市地铁的站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将生活和工作 是结合得好 生活的地方 和工作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它相对比较近的 甚至是一个步行的距离 那这个也是一个 混合的土地用途的一个优点 特别有很多搞创科的年轻人 就做起工作上来 就不知道是晚上的 做到都不知几点的时候 他又可以很方便地走回家 去休息 另一个呢 也有很多文鱼康体的设施 都在附近的 譬如呢 就当然既有一些饮食的设施 也都有很多做运动的设施 也都有很多休闲的设施 大家都很注重 那个所谓 Work-Life-Balance 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那这方面呢 我相信在这个港式社区里面 很下了很多心机 回去吧 也会有一点 就是一层怎么做的 给你 одним演奏 好啊 如果有一个钟感觉 Makes你一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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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